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要騎IE250 載了400公升的油料 來排我們後山的 櫻花布道這裡 我們回到我們 之前我們振賀的拍攝地 今天我們來做這個測試 之前被客人詬病說都沒載東西 現在我們把IE250 載滿了400公升的油料 現在來爬我們這些 其實我已經爬了一半了 來拍給大家看說 它的低轉速 高扭力的變速箱 加上它的 180cc的引擎 這樣爬山到底夠力嗎 我現在爬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打L檔 輕輕鬆鬆 而且喔 它的低速檔真的很慢 速度慢 引擎扭力高 引擎轉速高 爬這個很輕鬆 好 等了好幾天 終於出大太陽了 剛才用出來喔 開這IE250爬山測試 我現在這台車有負重啊 我現在這台車有負重啊 這台車有負重啊 真的不錯 說實在沒什麼問題耶 再400公斤 就是我們爬好幾公里了 沿路都上坡 好 到我們之前 美麗的景點到了 那 我帶IE250 又爬到我們後山了 半山腰 看這個風光明媚的花蓮 整個這樣看下去 整個心情就變得非常的 舒服開心 那我們今天是帶 帶著日農 IE250 爬上這個半山腰的位置 那 上次 那個 網友都說 你每次都空車室 都不能負重 負重 試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帶IE250 這個 只有180cc的引擎 加上它的高扭力的 那個 變速箱 我賀重了400公升 溶量的那個 油品 爬上了這個半山腰來 那我稍微總結一下說 我們今天 我今天又有記憶 又讓這個日農 夏田裡面測試 I250 烈爆 夏田測試 測試它的扭力 然後再爬上山上來 這樣 來測試的效果 原則上 我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它180cc的引擎 是一個比較經濟型的引擎 但是它的 輸出的扭力 不輸於470cc的 那如果在一般的田間作業上的農地 你只要不要是水田 不要有水的 它這台車也能進去 再次它一個比較大的特色是 它的斗質比較低 所以說我們剛剛在三間 三間 彎路的開的時候 它穩定性很高 底盤低 所以說它側傾力比較小 在田間的穩定速 那個貨度會中的穩定性 它也比較高 側傾力比較沒那麼多 這也特色 雖然180cc 但是在整個輸出動力上 跟使用上 它是一個比較經濟跟實用型的 所以說很適合我們一些老人家 來騎乘 那在沿路上爬乘的過程中 因為它低速檔的速度 速度夠低 所以爬起來 它力道是絕對沒問題的 而且 它因為 它會把引擎的轉速度提高了 帶動它的低車速 然後提升了高扭力 所以整體在那個 使用上面的消磨 應該會比較輕 再加上它現在是四輪都是碟煞 下坡的穩定性 跟煞車的力道 都一定是也是OK的 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是 載重了400公升的 油品上來 我等一下還會回產 會再下坡測試 然後 是帶客人 帶我們的觀眾 我們網友來看一下 我們花蓮的好山好水 我們看到這前面是海岸山脈 我現在這個是中央山脈 那我們看到這邊都是花東縱谷 直的遠遠的地方 那邊就是海邊 那邊就是那個 靠已經靠近七星潭了 我們這邊是收風的位置 收風 花東縱谷 完全都沒有工業污染 回歸重點 IE250 做幾天的測試效果 真的蠻不錯的 那有興趣的朋友 客人也可以考慮 四輪傳動 的部分有它的優勢 但是它二輪傳動的經濟 經濟跟實用 也是值得讓你們 值得參考 你們如果 你們 全省都有經銷商在服務 讓你值得信賴的好夥伴 日農 IE250 我們等一下還會下鐵 我等一下還會下坡 再做一些測試給大家看 我們準備要回程了 好 那我們下坡進測試 那我突然發現 這台日農 下坡的時候 其實 因為它的低速檔 它的低速檔 真的夠低 就是測速不快 所以其實我們下坡的時候 你如果補一點油門的話 它是略帶一點引擎煞車的效果 它不會無止盡的一直滑行下去 它不會無止盡的一直滑行下去 因為它L檔夠低 所以它下坡的安全性也是滿足夠的 我覺得它有百分之大概30的力道引擎會介入 所以你看我 我只是踩單邊煞車 因為這個躲坡很陡 而且我現在負重400公斤了 所以說 你只要不要把引擎完全弄到怠速 你還稍微吹補一點油門 就像我現在的狀況一樣 它還是會有一點介入的力道 大概二三十的力道 幫你補助拉住 所以說低速檔 速度夠低 在山下下坡的時候也有好處 你們都知道 你如果搬車 你塞傳統型的搬車有大樓 打一速 繼續發行的就是這個效果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種IE20 它獨家開發的變速箱 它低速檔很低 所以它也有那一種 補助的效果 讓你緩緩的 你看我現在沒有按煞車喔 也沒辦法更快 所以 它也有那一種 引擎煞車的那個 力道 幫你做補助 很不錯耶 真的很不錯 大概有二三十的力道介入 你只要不要把引擎 引擎整數不要太低 我現在是負重400公斤喔 那個下坡力跟加速度 整台車加上我的重量 快800公斤了 引擎有它介入的效果喔 我都沒按煞車啊 我都沒單手 安全性也是有的 只要有賴於它的 專利的變速箱 低速檔夠低 我手放開耶 我手放開喔 有沒有 所以說 不錯耶 這台AE250 意想不到 現在 經濟實用性的 先這一台 不錯 這測試給大家看 感謝大家 今天影片就拍到這裡啦